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的唬烂战争 影响之下台股市震荡不已 但是呢投信还是在持续的不停买超 从年前买到年后 从升息危机买到了乌俄战争 危机入市 黄世明分析师要将你看懂 法人的投本笔 跟着投信走 让你赚宝宝 请锁定今天的股市二炒店 股市二炒店标股在里面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世卫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黄世明分析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老师救命 怎么电子股的成交比重 只来到四成啊 而且你知道吗 航运股的成交比重 来到了34% 直逼电子 疫情好像没有看过这种情形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套资金的 排挤效果 因为现在成交量都比较小了 3千亿左右 资金跑到这个传产股里面去了 包括航运跟这个所谓的钢铁 那造成整个失衡嘛 那电子股相对的 大家去做冲销的就相对减少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电子股的量是缩掉了 老师淡姐 帮我们指点迷津一下 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那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今天的主题的部分呢 要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啊 今天呢就像老师刚刚所讲的 台股当中呢 电子是价跌量缩 整个成交比重呢 缩小到了41% 这是不是可以危机入市 趁乱卡位呢 而今天盘中最亮眼的就是 航海王以及钢铁了 他们四肌而强 但是有续航力吗 还有老师要来告诉你 诶占比太高或太低都不行哦 要精选投本笔的标股 黄世宁分析师来教大家 好我们来看到呢 今天的台股的部分啊 今天台股呢 在一开盘的时候呢 就直接下跌了白点 最后呢在我们的盘中呢 包含了航运股 尤其是航海王的部分 以及钢铁呢 表现的都还蛮不错的 让今天最终呢是跌幅收敛了 而且呢在接近尾盘的时候 传出来的好消息 就是呢俄罗斯跟美国 有可能会举行元首的高峰会 让今天最终呢是开低走高 跌幅呢收敛来到了0.06% 下跌10点守住了月线 成交量呢 成交量维持在2928亿 另外看到贵买指数的部分 今天呢只可惜 依旧在盘下震荡哦 跌幅呢是0.12% 成交量更萎缩了 来到586亿 好老师看到这个加权指数的部分 可以来帮我们指点一下迷津吗 今天这样子台国的表现有没有吗 我们要怎么来解读 当然是相对是满意啦 因为整个俄罗斯跟这个 乌克兰的腐烂战争啦 这个腐烂战争就是 今年是腐年嘛 那这腐烂嘛就是说到底会不会打 两个在对峙的 这个台湾话就是超年人过行 就是说逗它嘛互相逗 那一般来讲喔 像这种行情就是 我们看到礼拜五喔 也是遇到美国股市大跌 哇大跌600多点 然后NASDA跟半导体啊 甚至于跌破了支撑点嘛 很多人都认为走空嘛 在礼拜五的时候反而是 开平以后往下打 收了一个长下影线 那这个长下影线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能够守住的夜线 跟所谓的五日线 在18155这边附近嘛 那这个是好事 可是合理的说啊 我们在礼拜五说 这个叫做调人线 表示阻力阻托不及嘛 那在今天礼拜一的时候 也一样反映出美国股市下跌 但是没有跌那么多 但是一直在谣传说 还是会入侵啦 尤其是拜登啊 都咬定说一定会打 一定会打嘛 哇这个一开盘又跌 大家一定吓坏了 对 那么一样的刚好 有了个救火队出来了 上个礼拜 就有航一类股做救火队 没错 今天加一个钢铁股 加入了救火的这个队里面嘛 把整个大盘啊 恢复信心 哦老师你这救火队 三个字讲得很好 请真的是来救火的 你不救火的话 这个盘就下去了嘛 对 对不对 那因为你只要单看电子股 电子股今天亮缩 然后又下跌 表示有人在气首嘛 因为有些电子股涨多了嘛 这很正常 那这种行情 联系两天留下项影线 守住的夜线跟这个无日线 表示什么意思 算相对强吗 表示有有心人在护这个盘 哦 那有心人是谁呢 可能是法人 嗯 法人当然是 很明显是投信嘛 因为他已经连十五买了 对 实涵今天在内哦 哦 投信一直买嘛 买不停嘛 那外资是忽买忽卖 今天卖出来了嘛 所以卖出来它会跌下去 但是人家依旧把它拉上来 表示有一只 这个黑手在里面运作 表示说有些筹码 已经落到有心人的手上 好的 表示什么 劳退基金 政府基金在护盘 哎 好 老师 这个意思这样 可是我们还是比较关心 像电子股今天成交比重 来到41%这么的低 但是会不会也是一个 危机入市的好时机 可不可以趁乱来卡位呢 电子股往往是量大的时候 它会价涨 对 量缩的时候它会价跌 因为没有成交量 它不会攻击嘛 那今天资金跑到这边来 就表示当冲的啦 还有追逐的都跑到 这个航运类股 跟钢铁类股去了嘛 那事实上 电子股走扮演的主流 还是不会改变 因为电子股也是在轮涨嘛 那有些涨高你不能追 一追它又回挡 跌低呢它会趁势而起 所以说这个行情是 各股的表现 轮流这个座庄的一个现象出现嘛 了解 包括类股的轮流座庄 跟电子股里面也是在轮流座庄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啊 就要追踪到所谓的筹码面去了 那筹码面的话就要看法人嘛 到底哪些法人在做多嘛 大人要往哪边走 我们就跟着他走 应该不会太差嘛 因为至少人家资金蛮多的 会帮你 就是说这个天塌下来 有大个子顶着啊 你就不用不怕嘛 对不对 至少他会护着 护着这个盘 好 所以我们看到 这联系两天的下行线 代表这个架构来讲 就是要突破前波的高点 18575跟18619的味道 越来越浓 还是有希望的 只要这个在我们早上听说 这个华国啊 跟这个苏俄啊 苏俄也在会谈嘛 对对对 就至少在这个交接前 不要再打仗了嘛 再来就是美国派出了 这个外交部外交的首长 来跟这个苏俄的这个首长来谈嘛 那谈的目的就是说要制止 用外交的手段来达到 不要打仗嘛 修兵嘛 那就是这个整个各其首须啦 因为这个普丁 基本上他是希望 用这种方法来提高 他国内的声望嘛 因为共产党自从这个 旧冷战的时候就会烙死了嘛 东德的这个柏林围墙倒了以后 他就一面倒了 包括很多宣布的独立嘛 宣布独立以后 他现在乌克兰也是其中 这个欧洲的这个东欧三国之中 有一个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就乌克兰也很想加入 这个北约组织嘛 好 但是乌克兰也说不行 你加入以后我的战线就被 被你搞到我门口来了嘛 好啦但老师不管战争怎么变你 就是看台股有机会来挑战前高啦 这个意思就是说 要问一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战争不太可能发生 这个应该是这样判断 好那老师有更多的朋友啊 很关心到的是今天台股当中呢 包含了航海跟钢铁表现的都很好 航空今天是下跌的哦 但航海呢 货柜三雄今天全部都是收红上涨的 钢铁都不用讲啦 钢铁有好多只啊 小而清漢的 比如说像海光张元威智 今天都是涨停板 大成钢也是大涨 中钢也是大涨的 老师但是他们到底是跌身反弹 涨一时的 还是有机会接下来一路向上呢 我们看到航运类骨是在涨 但是航运类骨的内容很多啦 航运类骨里面就是货柜是在涨 但是散装的未必是涨 路上走的也在涨 天宫灰的往下掉 所以涨多了你不要去追 但是长线主流还是要看 长龙 阳明这些货印啦 因为他货令能力实在是惊人 他的这个所谓的殖利率啊 多十几%以上 这个在外资或者是法人来讲 这是难得的 现在假如说即便升息 他也是有竞争力的 OK 这个我们这些看法就是说 长线的还是在货印 不是只有说航运股多事 不是各股表现不同 那钢铁呢 钢铁这一次的发动 应该是在所谓的不锈钢 因为内钢铁就是这个稀有产品的 稀有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重金属啊 因为不锈钢一定要加内上去 它才会成为不锈钢 所以这个内价格的上涨 包括里价格的上涨 这也已经是因为乌克兰的关系 包括靶金也会上涨 靶金很多都在乌克兰这边啊 所以说这个水涨船高嘛 所以今天所表现出来的钢铁股是所谓的不锈钢铁股 那不锈钢强的话 不锈钢假如不强 这个行情就要短线看钢铁股是救火队而已 我们是这样看 因为往往钢铁股所扮演的角色是如此的 OK 好 那老师我们接下来来看到三大法人咯 今天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90亿 外资卖超112亿 但是投信呢已经是连15买了 今天买超19亿 外资呢今天买了大涨的中钢 长荣 友达 大成钢跟大铜 都是旁边当中的焦点 麦呢则是卖了下跌的华航 星光金 联电 群创以及华邦店 今天记忆体族群呢也是有下跌的 另外来看到投信了 投信今天买了望宏 长荣 中钢 华通以及大成钢 看到了吗 钢铁股是投信跟外资都有卖 麦则是卖了伟创 华航 富邦金 明基财跟富财 华航呢则是被投信外资都卖了 好 以上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接下来老师要来告诉你 请大家精选投本笔的标股 怎么选呢 黄世民分析师告诉你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请上网搜寻股市热炒店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哪些股票会涨 哪些股票会跌 独家标股在哪里 股市热炒店告诉你 投信不停的买超台股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他们看中的又是哪些的标股呢 今天黄世民分析师来告诉你 来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要告诉大家 哦 投本笔的比例 太高太低都不行哦 要拿捏得刚刚好 黄世民分析师来告诉你 有请老师 好的 好 我们看到投信的买不停嘛 包括农历年前的买 跟年后的买 都是买 对 那你买的话 投信的值股比例 它是有规换的 假如超过15%以上 那政府是不允许他们买15%以上 真的哦 对 各股 对 各股 各股 然后投信的比例 我们最好的就是说 5 6% 4 5%那种最好 真正代理就是 它到底是真买还是假 不知道 所以我只有买1% 逢场作戏还是真情投入 对 所以它假如说能够买到4%以上 10%以下 这个好 你假如10%以上 有的到15% 这个不好 15%的话已经买满了嘛 买饱了嘛 再拉有限 过于不及都不好啦 对 过于不及都不好 对 再来就是投信如果能够连续的买潮 表示他对这一档股票信心十足 所以他才一直买潮 所以我们看这个投信的买卖潮里面 真的还是有敏感 有敏感的 好 那我们来看到呢 老师帮大家统计出来 在投信买卖潮的这几支的强势股当中呢 看到他们的涨幅跟成交浪的部分 都要留意哦 老师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股票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七档股票 对 就是他的投本比啊 也合适 太高我们不要 太低我们也不要 那这这些都刚刚好 嘟嘟啊好 嘟嘟啊好 当然就有机会了 那我们还要看 他是不是直系买进或卖出 好 我们等一下再一档一档跟大家介绍 老师 我先问一下问题好不好 你说 你这七小福当中啊 唯一只有一档长荣是传产股呢 所以投信不是只会买电子股 他也会买传产股啊 当然啊 还是因为货柜最近真的太强了 因为投信在买也要考虑到这个殖利率的问题嘛 哦 其实长荣是很吸引人的 他的殖利率至少我估计10%以上嘛 是 那投信在买的时候 他以前会买台积电 对 鸿海的目的就是要保持他基金稳定性 是 这个是必要的这个子股 但是现在开始他也要买一些 比如说传产股啊 对 因为他配了这个金融股也会买 当然各个标的不同 那因为金融股比较缓慢 他没有那种标的感觉 比如说我曾经做过开了 因为投信要短时间内看到绩效对不对 投信是不会说只有看短期还要看长的 但是一般来讲他这个金融股是不缓不虚 这样慢慢来 我立场这个可能会你认为是曼南宗 对 其实这个曼南宗嘛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基本上我们选比较有机会的就是藏龙他的 我们选定他是因为他的资历率比较高的关系 没问题那我们一档一档来看了 首先先来看到第一档呢是齐宏 他也是呢最近散热模组当中呢非常夯的 一个就双红一个就齐宏的老师 那齐宏他最主要因为他有一个小金机叫做富士达 那他有19% 现在价位大概三百七十几块在上升贵的时候 那整个业绩他其实相当好的 他是做折叠的那个扭转的那个 那折叠机将来三星啊 这个包括将来的Apple都会来做折叠机 这很酷耶 折叠机它是扭转型的哦 它这样打开你就可以面板全部看到 然后携带翻倍 你现在携带手机是不是这么大 对啊 它折叠机就变这么小 我常常那个屁股后面牛仔裤后面 朋友都说你那个手机要掉下来了 因为很大 对这折叠机嘛 所以这个它沾到光了 因为它萤幕大要能折叠 那刚好它的小金机就会做 那这样就造成它有小金机 然后本身的业绩也相当好 它在2021年也赚了差不多将近10块钱 好 那几乎今年也会成长 假如说它能够设入 去电动车的话更好 因为建策因为设立到电动车 所以它飙上去嘛 那你看哦 这一波我们可以说叫做领头羊 对 包括这个刚才你所讲的双红 双红 领先创新高领先往上走嘛 对 这些领头羊就是我们注意的地方 是 那也是投信 我们看一下投信 投信从1月中开始买 它一买就一直涨 一直涨 涨不停 对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投信一买 那它就涨 但是投本笔合在合理的范围内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老师它说一下能敢说 这样找完了没 后续还有机会吗 当然有 当然有 因为它不会这样就结束了 因为投信买那么多 最近这两天是外资在卖 外资卖完以后就好了 OK 好 这齐宏 下一支呢我们看到的是翼龙 翼龙今天可以说在今天疫情突起 最主要它的业绩确实是不错的 是 它可以说在所有的电子股里面的IC设计里面 相对价位比较偏低的一档股票 那这个整个Windows 11啊 因为我们大概用的都是笔电都是 或者是都是用Windows 10嘛 对不对 现在Windows 11的这个会增加嘛 所以翼龙店来讲 它12寸晶炎的这个产能路续开出嘛 应该有一成以上的上涨空间 而且这一档股票最主要是 它跨入了车用 然后它去年真的是涨不多 是 7年涨不多今年比较也会涨 所以我们是注意从这个观点来 选它是触控IC的这个翼龙店 跟大家分享 OK好这是翼龙啊 今天呢涨幅还不错啊大盘跌 但是翼龙呢涨了2.01% 下一档呢我们看到的是群联 老师群联就记忆体啊 是 对 它记忆体今年是比较 今天是整体来讲比较差一点 太高走低嘛 但是就长线来讲 这种股票都是OK的 它在礼拜五相对的大涨 今天才拉回嘛 对 那最主要它严业营收也成长了34% 一个大公司成长34%是不得了 对 可以说创7年同期的新高 是 那整个它应该是供不应求啦 整个记忆体它回升会受贿 包括SSD产品甚至DDR5它这些东西都会弄到 这都是今年新的规格 对对新的规格 全部都要换新一轮的 对 所以他们很有机会可以 这加上它获利能力也很强 它的获利能力都是40块钱直销了 好 所以相当的不错 恭喜潘建成董事长 没有开玩笑 现在董事长好像换了 哇 你看我们看投信 还在买超 4.1天每天买 对啊 每天买了2 4 6 8天嘛 过完年回来一直买 一直买 所以这种一直买的话 它拉回就可以注意 OK 老师应该很快有机会 已经破钱高了啦 破钱高 它到时候就破钱高了 所以在礼拜五破钱高 今天过高拉回很正常 只要收紧的五日线 五日线目前是在519块就OK了 是 好 下一档我们来看到是智新 智新是电源管理IC 这也是最近非常夯的族群 好 因为这个智新在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交出的这个 业绩相当的好 那么毛利率啊 维持50%以上 这个电源管理IC厂 可以说像系列啊 KY它能够涨到三百多块 三千多块五千多块 这样的智新它有获利能力 它今年 七年是赚25块钱 对 大概今年应该三个资本 可能没问题 所以你看就它的本益比来 三个资本额才八倍多而已啊 那一个所谓的电源管理IC 八倍多的本益比相当的便宜啦 所以整个本益比是属于偏低的 是 那我们来看这个投信最近也开始做琢磨的动作 开始进来了嘛 那只要它在手稳的话 这应该在今年来讲273块不是问题啊 应该可以过去啊 好 下一档呢我们则是要来看到是金豪科 金豪科这几天啊一金突起 这也是去年哇这个也是去年从高档跌下来 跌不少 跌到133块以后 然后才开始做环转 最近啊这个投信啊也开始做买进的动作 大概联系买了三天 好像才刚开始是不是老师 对这个股票就是拉回到五日线 或者是到这个这个就是一个买点 所以你不用急 你不用急他拉回就等嘛 等到当然价位我不便在这边讲价位 你看线图就知道 接近五日线啊 对对对 接接你就可以买进 买进你就把它抱着 这个是长线最主要的股票 我们还是当然要仔细的追踪 投信有没有继续买 好 我们刚才有讲过嘛 要提高投本比的方法 就是投信 直系买两天以上 这个直系买三天嘛 对不对 这个是少的嘛 老师我觉得这好像追女朋友 要从行为来验证 他是不是真心的这样子 他们就两刚的跑走了 这个应该是说 这个男生有没有这个专心 不是要今天像阿花一样 今天买 今天追那个 明天追这个 变成花花公子 那你看这些投信是不是 能够专一的 哇我就是喜欢金卡侯科 太棒了 这样子 好不好 我们用这种形容来 比较恰当 这样比较好记 比较好记 对对对 好 那是下一档您的最爱 藏仓 高持比例 藏仓说老实话 这一档股票啊 我想一定是让很多人伤了心 真的 那事实上这一档股票 我们在九十块跟大家讲不要杀低的嘛 那你看九十块那一波下来都是投信在杀 外资也在杀 一开始外资开始 到你看这一波从一百一十块投信就开始买了 外资也开始买 尤其在上个礼拜五 外资大买了四万多张 那你看今天就表现出来不错 有大降之风 它最主要它新加入的产能越来越高 那城市一直加入嘛 那整个印价的话都没有下降 还有增加附加的汇用 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印价的再涨 那麽塞港的问题还是一定要需要去解决 那你想想看 假如这个二乌战争的话 假设啦 但是湖南战争不可能发生啦 假如真的发生的话 你是不是你想想看 塞港这个切柜是不是更严重 所以为什么外资在最近适时的买 这个是进可攻退可守 那请我们观察重点 它前波的高点是149块 能不能突破 这是我们观察的重点 好的 好 下面呢 我们要来看到最后一档呢 则是预创了 预创在宣布段 我们42块半跟大家介绍过 长了一倍嘛 这个是DDR 这个是属于这个所谓USB4.0的 快速的这个东西 快速传输 对 那这个东西它长短都切掉 那么今天经济高峰一定会来嘛 今天高峰Umark的这个晶片 跟这个低润的方面 都会切破 那可以说既然是如此 它是属于元宇宙里面的一眼 所以今天的原因还是看好 它很多复合式题材 有高速传输伺服器元宇宙 就会很看好 那最主要它的价位不是很高 但本来因为 本来那个高速传输 它本来就可以享受高的本益比 是 但是它今天 一定很多人去抢 对不对 又开高走低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涨多的股票 不要去追 好 这个是让你做长线的 下来来买的股票 这个是元宇宙的概念股 没问题 好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黄世民分析师 带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请记得一定要留意 投信的持股比例 非常的重要 谢谢黄老师 谢谢 谢谢全国的投资朋友的观赏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接下来来看到的是 今天网友的提问的部分 首先第一题先来看到 今天航空货柜两样型 长荣大涨长荣航大跌 怎么差那么多 老师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下跌的长荣航好了 今天为什么 长荣航跟华航 都列入了处置股 但是被关起来 应该是标股的象征 结果长荣航间谍 我想说 长荣航最主要它短线 真的是也涨了不少 从234块涨到35块 对 涨了将近四成 而且是都过完年 二月回来才开始涨了 对 这个就是怎么样 就是疫情降低了 解封概念股 所以天上会的 大家一定想到航空股 就找长荣航 华航这一些 可是股票涨多了 它的相对来讲是 人家会获利了结 包括这一波是法人做上来的 那人家也会做调节的动作嘛 我们在上一期我有 大家在问这个 长荣航的问题我说 这个一定会突破前波的高点 对 老师说的 对 老师之前就有预告在前 对 就会突破 印象很深刻 事实上一个股票涨了三四成 就自然漫压会出现 那今天虽然没有量 但是在礼拜五已经出现了 一个所谓大量不涨的现象 所以今天适时的拉回 还跌破了所谓的五日线 这是我们要观察的重点 最好是能够迅速恢复到五日线 不然的话 他就至少要休息几天吧 好 在长荣 长荣呢 刚刚老师已经有说过了 依旧是看好 因为殖利率的部分 对 长荣这一次的易经突起 可以说是利拔三西 为什么叫利拔三西 就是外资啊 他一次跟你买四五万张 对 你们卖出来 他全部把你吃掉 对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他一定是看到很多的利多 他才会进去抢 是的 那外资也是在抢这个 所谓的基本部位嘛 好 所以他先进去抢 所以这一档股票 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了 没问题 下一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钢铁股今天落后补涨 大成钢很猛可以追吗 那中钢怎么看呢 来看到跟美国基建息息相关的大成钢 今天呢是大红K 而且成交量也出来了 老师 今天大成钢可以说是量价奇洋 水 就是这句话 对 那这量价奇洋一定是有人去造势嘛 包括当充的 包括投讯法人这个买超 外资应该也是买超 我们来看是这样 那这种股票的话 他留下一点点长上线 我们要看他有没有直序 还要再看华人有没有直序的买卖超 好的 还要看内价 好 内 我们刚才讲的内价 内价假如说直系的创新高的话 因为大成钢 它是做不锈钢的 所以你问这个就是要考虑到内价的问题 就是不锈钢的原料是镊一个精致棒的面 镊再加铁把它融起来 变成不锈钢 在抛光 所以这个原料的成本上价就水占船高 他获利能力就自然提高 因为它有低库存的原料 好 下面呢我们看到是 唇骨族的最爱中钢 我想中钢今天也是不错啦 有些创新高 近期的清高 对啊 但是他来的比较慢 他就 台湾话就万神东 他慢慢长 不就大牛吗 我们都叫他大牛 对 大牛 但是大牛也会 大象也会跳舞啊 今天就表现不错了 是啊 带亮 那我们就要看他是不是维持的量价 其量的往上做攻坚 那 涨上做攻坚 他的股性就是这样 涨了10%到20%他就涨不动了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大家留意哦 下面看到的是群创 群创跟友达 今天的电子股几乎都是下跌的 但是群创跟友达表现不错 反而是收红的 有没有什么利多 老师你怎么看群创呢 市政群创始终是外资调节的对象 也是外资畅衰的对象 这一波涨到20块附近 又跌到这里来了 那这个是什么 跌身的缓弹 然后再来是什么 很明显嘛 只有护盘的人在做 你一档股票 他的获利能力那么好 包括友达都赚到6块到8块 下一档是友达 这个也是一样啊 6块到8块 跌到20块附近竟然没有人要 这个就奇怪了 对不对 这就奇怪了 好 旗官唱的都一样 唱你乘口来 什么叫乘口来 股价是看未来 不是看过去的本利比 不是看过去的EPS 是 因为尤其像 大家都知道这个叫做景气股 那么景气股你很简单嘛 我们就从这一条线 叫做跌破夜线 跌破夜线 跌破季线多 到季线他就回来 所以你也不要去追高 到季线又要回来了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群创还没碰到月线啊 那友达已经先 今天就看到了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 季线这个夜线的缓压嘛 那我们就要看 季线的缓压也是蛮大 但是他季线还没有下弯 好 群创下弯 友达没有下弯 这个要我们做点 友达尝试一点点 那表示友达比群创好 筹码比较干净一点 好 以上的提问 给大家来做参考 股市二桥店的节目进行到这边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大家 可以加入萤幕上面 老师的Liat跟Teregram 黄世民分析师呢 有很多多年的 股市交战的经验 都可以呢 跟大家来做更多的 投资交流跟分享 欢迎加入老师的Liat跟Teregram 记得加入之后 要主动送个贴图给老师哦 同时呢 如果你喜欢股市二桥店的话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半 我们都在YouTube的首播 韩流来袭 在家里面看股市二桥店最好了 要跟大家说声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拜拜 谢谢 全国投资朋友的收看 谢谢拜拜